昨天冰箱什么问题的 我们知道这个叫起动马达 就这个起动马达坏了 换了这个一个起动马达 你们知道换这个多少钱吗 你们猜都猜不到 哈喽大家好 我是飘雪 昨天我不是说那个冰箱坏了吗 抓马香坏了吗 然后老板他想省几百块钱 可能自己想自己修 自己修呢最终呢 他一开始以为是没有胺了嘛 然后想加胺 然后胺加进去了 还是不能用 后来没办法了呀 然后天气这么热 抓马香坏了 是不是怕东西容易坏 不方便嘛 然后就好不容易找了个人 叫了之前那个师傅 之前那个师傅说他没有空 最近很忙 因为天气一热到处都在修冰箱 就是很忙没空来 然后叫了另外一个就是 以前没有来过的 就是新的新的一个师傅 叫来了以后 他刚好在这附近修 他在这附近修 然后就过来帮我们看了一下 后来呢 他说是那个启动马达坏了嘛 那个启动马达坏了 然后换了一个启动马达 他说呢 那个启动马达的本钱只要十几块 昨天收了我两百块钱 大概头尾就不到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 我是觉得偏贵的 现在现在也是乱要价什么的都乱叫价 但是没办法呀 你冰箱坏了 你不修也不行啊 对不对 就怕东西坏掉啊 而且天气这么热 两百就两百了也就算了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是比较偏贵的 因为你十几块钱的东西 怎么算你工钱也不可能算到一百多块钱 一百多块钱嘛 对不对 反正现在讲不来 现在的价格都是 不管什么东西都是乱叫价 你们觉得这价格怎么样 冰箱坏了 师傅来修冰箱了 今天又要破财了 起码的一修一厕都是好几百的 对不起 然后不是很大的问题 有大问题还不止 今天就坏了 今天赚的钱都买账了 都给师傅了 这本 从中国来的东西 却猎 那从中国�买开 今夜吴 我 必大家 那 然后 墙 然后 鞋子 鱼鱼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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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